外围经济负面因素持续发酵,最近又有沙俄两国大打石油战,影响投资信心,本港楼市虽未有受太大波及,但买家难免入市兴趣大减。事实上,在过去升浪下楼市几乎一直顺风顺水,只要开出价单就不怕无人买。中途也有不少新进发展商加入分一杯羹。 为经济转差令市场不再臥盘,今次的完美经济风暴正好考验各大发展商卖楼功力。 观察过去发展商卖楼策略,大多首轮开价先以低市价为主,比市场预期为低,甚至比同区二手住宅价格环要低。对准买家可说是非常吸引。 测试市场反应后,便部署次伦家推提价策略。 而二客六票也是过往发展商跟准买家经常合作的惯用伎俩。 即是容许一客入两票,并且容许家名,假设一对夫妇如果想买房的话,会采用丈夫入两票,妻子入两票,夫妻联名再入两票的做法,增加抽中机会,形成大量入票水分情况。 宋价令市场出现超额认购价,这种销售手法往往能制造超大量的人龙潮。 发展商便可乘势加推单位,甚至调高价格,当发展商推出楼盘时遇上市况不佳,预期吸票情况不太理想的话,部分会改用招标形式出售单位,降低定价资讯的透明度。 刺激买家更高出价,又或者在市差的时候向买家提供高额回赠,变商托市,不过,除着一手扭新招标指引生效,提高定价资讯的透明度之余, 亦能限制发展商以职牙膏方式供应新盘,上述招标期将会减少,随之而来的招数便有可能是超高乘数按揭。 超长成交期,减低买家入市难度之余,又能保住楼价,近期正值地产股业绩期,个别发展商明然推盘或受疫情影响。 新世界执行副主席兼总经理郑志刚曾在网上业职会表示, 未来两年至三年维持每年150亿至200亿元在港合同销售, 但会在今年出售达150亿元非核心资产。 疫情期间现金为黄,由此可见,推盘套现很可能是未来发展商的主要动作, 假如疫情在下半年缓解,为求加快去货速度及保证公司收入。 除减价之外,发展商料会推出更多高乘数按揭,超长成交期等的速销利器, 随时激发新一轮流市小阳春。 基本上从中的外国务者在下半年缓解,封程座研究所在啊, 允程库研究所就在上半年缓解,封程库握下代的体机上和外国务者会认为高协讯认为高协议的高协认模式合同价格最强的首位。